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意闪闪红 蓝 绿的城户 以及借由拍摄眷村回忆与外公的相处点滴 许多老屋随着屋主的迁徙与转让 很可惜地沦为废墟 或是用以上纪录迪化街即将歇业的博物馆 世新大学在中加宽平赞助下举办2022媒体试读短影音叙事工作坊 邀请产观学界知名讲师 教民众如何用影像说故事 丰富充实的课程让学员们收获满满 我们这个作品叫做《倚情时代》 我们的内容是主要是要讲 跟大家宣导媒体试读的观念 在网络上所接收到的任何讯息 都不能轻易地去相信 都要去查看各家新闻媒体所报导出来的内容 然后去筛选才能得出一个最正确的结果 那如果你随便地散播假讯息给他人的话 也许造成的后果可能不会是自己可以所承担的 我刚好上礼拜正在隔离 然后因为隔离期间没有办法随意地出门去拍摄 所以为了做这次的作品 我们想说可以以隔离作为主题 那刚好家里会有一些小蚂蚁的出现 所以我就突发奇想 也许可以试着跟昆虫做沟通 然后与全媒体试图去做结合 所以就想说如果我跟蚂蚁沟通过后 它被我的假讯息误导之后 也许就会造成他们家族的灭亡 这个效果应该还蛮好笑的这样 我上学期刚好有一堂课 然后剪辑然后拍一拍发现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够 就是需要再多一点的 就是能力去试试看 其他的镜头或是剪辑方式 就是从一开始的故事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发想故事 然后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 会比较容易去联想 然后剪辑的部分 不管是怎么样安排剪辑 怎么样安排镜头 都有比较大的就是进步 就是我们这次的作品是关于 卷村还有我与外公的回忆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故事来表达一种情怀 因为我认为说回忆也是一个 就是像我们这种远在他方的游渍的一种力量 我们呈现的就是关于卷村 然后还有我小时候童年在卷村生活的回忆 我是高雄人嘛 然后我的卷村在凤山 可是因为现在刚好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我们刚好有在101旁边找到一个 就是卷村的四四南村一个就是文物馆这样 对刚好可以在那边取景 就是我跟他一样是口传系的 口传就是比较注重在表达 或者是就是比较个人方面的 例如说话然后演讲或是写稿这种技巧方面 但是有时候我们一些影片的作业 他通常只会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主题大概要做什么 但他不会告诉你你影片要怎么呈现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只能自己去上网看 或者是模仿一些别人剪辑的一些手法什么的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讲座 然后来让一些广电系的老师 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老师 来点出来我在影片剪辑方面的一些不足 为期九天的工作坊除了透过新媒体趋势 新闻内容与讯息解构等课程 培养民众媒体试独立 更透过参与实作引领民众制作优质的影音内容 成为故事的传播者 世音大学系统中心是第一次办公众方 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中佳集团能够在媒体试独 这么一个场域里面给他们有一个机会 也给世音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那么这些作品是我们的一个开始 也是我们的第一步 接着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最诚恳的一个态度 培养更多的学生不管他是学法律的 学器官的 学的是人文社会的 甚至于他是传播的人 希望能够大家勇敢的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但是要把故事说出来 要把他派出来 其实不容易 因为要用简单的设备 至少还有一些软体 剪辑声音的一些想法 甚至于到户外去找到一个素材 拍摄一些内容 我相信一步一步地走 今天这么一个节夜典礼 看到这四部作品之后 让我们燃生了很多很多的希望 在这个数位媒体的时代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乐听众 也比较习惯数位媒体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机会 让更多的学生 尤其不是专业科系的学生 能够有勇气尝试 拿起自己的手机 拿起自己的相机 拿起自己的摄影机 记录生活中的点滴 除了给自己留一个纪念之外 我觉得也是对于这个有重要的主题 也是一个记录 尤其是民众 很多民众会觉得 我可能有一点年纪 可能我不是这个专业 可是我有想帮自己做点记录 我也想帮这个社会的浮光片影 做一些记录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工作坊 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 2022媒体试读短影音叙事工作坊 在世新大学的主办下圆满成功 而中家集团也秉持在地媒体精神 与各大学合作推动媒体试读教育 积极培育影像制作人才 号召民众制作多元的传播内容 透过各种方式唤起社会大众 关注媒体试读 媒体试读短影音叙事工作坊 耶 记者离其会台北报道